今天是11月26日星期二 邦港出声即日快递和大家讨论 国安通缉犯 许智峰和任建峰 口颜无耻地插口非法初选案 游说澳洲制裁香港 非法初选案上星期已判刑 一场全城关绝的国安案总算落幕 不过有些人就值此案大做文章 不知是否想趁机会赚人气 捞政治本钱 身处澳洲的两名国安通缉犯 许智峰和任建峰 加上海外黄人组织澳港联组成游说团 在非法初选案判刑后 竟然走到澳洲首都坎培拉 求见国会议员 游说他们制裁香港官员 两个国安通缉犯 昨天差不多时间在Facebook上发帖 港述就案件游说议员的情况 指澳洲跨党派都关注香港崩坏的情况 他们一行七人 分别会见了现任工党外长黄英言 在野自由党影致外长Simon Birmingham 以及澳洲国会内的对中政策 跨国议会联盟多位成员 许智峰指潮野两位外长都非常关心非法初选案 和游说团讨论有关争取香港释放澳洲公民吴正亨 澳洲法官应否留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 澳洲政府对香港高官制裁的可行性 游说团希望澳洲以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港共主要官员 执行国安法和23条的律政人员 以及国安法指定法官 而许智峰和任建峰分别以律师和法律学者的身份 游说澳洲政府和国会表态 反对澳洲退休法官继续出任香港中院法官 免再位暴政抹粉逃脂 可能他们已经是国安通缩犯 一件污两件胃 所以反正都是了 不完全无事 国安法游说外国的议员制裁香港 反正早已有案在身 再犯多几宗又何妨 以为只要终身不回香港就不用害怕 不过就算不回香港应讯 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多无耻 大家都看在眼里 老实说已经潜逃海外的皇友 今时今日还有多少人气 怕被违望怕失去利用价值 所以一看准机会就走出来上演大龙凤 去捞多些政治本钱赚多些人气 延长自己靠卖港换来的利用价值 许智峰自己都说 若不是非法初算案引起国际关注 他们都未必可以在短时间的安排之下 获得较高规格的接待 而且许都表示不会期望 国际游说工作能够即时见效 当然见效与否不重要 最重要是他们见报 让人知道自己做了事 仍然记得他的名字 就可以换来更多利益 通緝反门的生存之道 靠的不就是无钱吗